牧师师母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城市牧区 自中区照良主的梁琪 今天我好不容易邀请到 我的爸爸妈妈跟我的妹妹 来到教会当中与我们同在 妈妈您是一位再普通不过的妈妈 生活三餐都是您在打理 爸爸是军人 派驻在军舰上服役 常年都不在家 照顾我们这三个孩子的责任 就坐在妈妈的身上 在我的印象当中 妈妈除了顾好家里的一切 也和左邻右舍有非常好的关系 也有很好的人员 尤其妈妈有一身的好手艺 各种生活上的问题都难不倒她 之后妈妈也为了家计 开了小餐厅自己长足 却也因为这段期间非常的操扰 以至于身体出了一些状况 后来才结束餐厅的生意 之后因为脊椎的问题 动了两次大手术 这期间您每天咬牙 忍着痛 仍然照顾家里面 以前还在娘家的时候 真的是很幸福 因为什么事我都不用担心 可是这些都是妈妈您 忍着身体的痛 任劳任怨所换来的 我们却是平白地得到这些恩典 我很怀念以前还没有结婚的时候 每年都和妈妈一起出国旅游 我们的足迹遍布了二三十个国家 其实我很想跟妈妈您说 妈我知道你小时候在香港有受过喜 但是来台湾之后 因为生活的忙碌也融入了台湾的宗教 而没有了基督信仰 这是非常可惜的 我想邀请您至少可以来教会 跟许多同年龄的长辈一起活动 我相信您也可以借由这些活动 让您忘记身体上的疼痛 甚至可以像我一样 借由医治祷告 使身上的病痛都能够完全消失 因为我们的天父阿爸 是非常有能力的神 在他身上真的没有难事 母亲节虽然每年都要过 但是这些话是我第一次跟您说 我就把这个机会当作是 今年母亲节 天父阿爸给我最好的礼物 感谢主 妈妈母亲节快乐 我爱你 良起尽上